生氣很糟糕 沒人說 算成科學工廠 我們今天晚上在9點多的時候 接獲指揮中心報案 在南濱路一段204號 這邊有電線掉落的冒煙的情況 我們立即派遣車主前來查看 一開始發現物外的雜物有燃燒 之後發現隔壁的鐵皮工廠裡面 也有冒煙情況 所以我們立即偵派資源 並且切開建築物之後 確認裡面是有冒煙跟燃燒的狀況 立即出水線把它打滅 因為今天剛好碰到颱風天 剛好這個路段有積水 當然是提高了救援的難度 不過我們都還是順利的完成了